在三国历史上,蜀汉政权在刘备死后就进入了诸葛亮时代。 继位的刘善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实际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诸葛亮手中。 那么,刘善和诸葛亮的关系究竟如何? 在这种特殊的关系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隐秘呢? 厦门大学义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非常君臣。 中文字幕志愿者 。 百家讲坛从2006年2月开始推出义中天拼三国起目,到今天一共播出三部分,分别是魏武归编孙流联盟和三国底部。 以中天先生在这三部分共三十六集中讲述了魏蜀吾三大集团的形成和斗争过程,刻画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国人物实际。 正是江山的画意识多少淘汰,但滚滚长江东势水,浪华淘汰英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三国最终被禁朝同意,那么曾经人才辈出的无数两国,究竟是如何灭亡的? 强大的魏国,又为什么被司马氏家族改朝换代? 异中天先生将为您一一揭开这些谜团。 异中天贫三国的最后一部大戏重归一统,从今天开始将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 首先异中天先生从刘备死后的蜀汉入手,带领我们一起去感受诸葛亮和刘善这一对关系特殊的君臣。 刘善起飞只是名字上的国家元首,诸葛亮辅正,却是大权独揽。 在他们这种特殊的关系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隐秘呢? 厦门大学义中天教授,入客白家讲台,为一精彩品三国之,非常君臣。 蜀汉张五三年,刘备脱估于诸葛亮。 诸葛亮接过了蜀汉政权这副沉重的担子。 这对于他来说,一方面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政治包袱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面对着诸多难题。 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对于诸葛亮来说,他要处理的是四大关系。 第一是君臣关系。 第二是同僚关系。 第三是盟友关系。 第四是以我关系。 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就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这四大关系。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和后主刘善的君臣关系。 这是一对特殊的君臣,非常的君臣。 因为刘备在脱孤的时候,有两个交代,或者说有两个安排。 一个是对刘善说,你对待丞相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事之与父。 第二是他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均可自取。 所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 那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刘善,他执行了刘备的政治遗嘱吗? 结论是肯定的,执行了。 不但执行了,还有加码。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表。 这就是诸葛亮在刘善继位以后得到的待遇。 第一,封武相侯,这是给他崇高的地位。 第二,开辅之士,这是授予他独立的项权。 什么叫开辅呢? 就是他自己建立一整套办事机构,拥有相对独立于皇权的项权。 这个制度后来没了。 那么曹操率先恢复了丞相制度,而且自认丞相,他是开辅的。 刘备建国以后也恢复了丞相制度, 但是不开辅。 那么刘善让诸葛亮开辅,那这件事情至关重要。 将来我们还会一再提到。 第三,领益州墓,这是授予他全国行政权。 我们知道所谓蜀汉这个政权,它的地盘也基本上就是益州。 那既然你是蜀汉的丞相,你还领益州墓干什么? 有什么必要呢? 有必要。 因为虽然从地理上讲,它基本上是一回事,但是从国家制度讲,它是两回事。 蜀汉是王朝,是中央。 益州是郡县,是地方。 蜀汉丞相是中书政要,益州州墓是地方官员。 那么又让诸葛亮领益州墓这个意思,就是把整个国家都交给他了。 而且据裴松之注引谓略,刘善还对诸葛亮说了这样的话,说正有葛事,既责寡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有的军政大事都由您说了算,寡人只做一件事情,就既是天地和先祖。 再说的白一点,就是军国大事都交由诸葛亮处理,刘善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所以三国制诸葛亮说,正事无巨细,贤绝于量。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大事,小事,无论大小,所有的事,都由诸葛亮拍板做决定。 因此我们可以说,刘善继位以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曹操一模一样。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曹操和诸葛亮的比较。 曹操的头衔是什么呢? 封五平侯,丞相领冀州目。 诸葛亮是封五乡侯,丞相领义州目。 五平侯和五乡侯都是县侯,他们两个担任的丞相都是开府的丞相。 冀州和义州都是当时的大州。 大家看看,何其相似来尔。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么不同的就在于曹操这些头衔呢,多半是自己弄来的。 而诸葛亮的这些封号头衔呢,是蜀汉两任皇帝,心甘情愿授予他们。 把曹操和诸葛亮放在一起对比,我们感觉上总是有些异量。 因为在一般人的心中,曹操是奸臣,而诸葛亮是忠臣。 奸臣总是要犯上作乱,所以垂垒皇帝汉宪帝,如果对曹操恨得牙根发痒,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而作为忠臣的诸葛亮来辅佐蜀汉的幼主刘善,刘善是不是睡觉的时候都会笑成一朵光呢? 那么,这是刘善的真实感觉。 刘善的真实感觉会是什么样的呢? 刘善的感觉如何? 不说。 有证据吗? 有一点。 根据裴松之的注所引襄阳记,诸葛亮去世以后,全国各地都纷纷要求为诸葛亮立庙。 结果是什么呢? 朝义不听,就是不批准。 于是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在街头巷尾自己设一个灵台,来祭祀他们无限怀念的丞相诸葛亮。 这个时候就有人向朝廷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在成都为诸葛亮立一个庙呢? 结果是厚住不宠,又不批准。 后来有人提出来,说这样的也不太好。 因为诗祭里是阻止不住的,不如把民间这些随意的祭祀由我们政府规范起来,这才勉强同意在定军山诸葛亮的墓前立了一个庙。 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这个刘善不批准为诸葛亮立庙,这也是制度规定的嘛。 因为襄阳记的原文是朝义以礼义不听,就是根据礼义法的规定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因此它是按制度办。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制度当针就那么重要吗? 比方说,刘备恢复了丞相制度,诸葛亮去世以后怎么样呢?刘善把他废了。 诸葛亮去世以后,刘善无丞相,还有诸葛亮定下来的北伐朝魏的国策,刘善也废了。 那么那么大的制度就都可以改,如果刘善是打心眼里,崇敬他的相父,他应该破例。 他为什么不做呢? 我们就要弄清楚刘善为什么不说。 三个原因。 第一,形同软禁。 刘善继位以后,我估计就没有出过功。 一直到诸葛亮去世以后,在渐行十四年四月, 刘善才去了一次都江宴。 这个事情被三国志大叔特殊, 讲刘善到了都江宴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看了明江的水。 而且据说还有人议论, 说丞相要是在世的话,他能去吗? 你想刘善十七岁继位, 一个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整天就在宫里面不能到处走。 看一看都江宴还要被人说成是玩物上智, 他爽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不免癌训, 这个我们去读一下诸葛亮的初识表就知道。 初识表怎么教训刘善的? 比方说, 不宜妄自菲薄, 隐喻失忆。 什么意思? 实际上就是说你妄自菲薄, 隐喻失忆吗? 这是一个大人训小孩子的口气。 而且我统计了一下, 不长的一篇初识表, 十处提到先帝, 一开始就是先帝创业未办, 然后就是先帝如何如何, 先帝如何如何, 某某事情是先帝定下来的, 某某人是先帝看重的, 某某人先帝称之越能, 而陛下应该如何如何, 臣是受了先帝的委托, 如何如何报效先帝, 全是讲先帝。 将心比心他就等于对一个人说, 你看你爸活着的时候什么, 你爸原来如何如何, 你爸是怎么怎么交代的。 那别说是一个皇帝是吧? 就是一个平民家的男孩子, 他也受不了一个人整天在耳朵旁边说, 你爸如何, 你爸如何, 我爸如何, 我爸如何, 那郑呢? 郑如何? 不爽吗? 我都不是说诸葛亮这个说的对还是不对, 我这里没有判断对错的问题, 我只是说他不爽。 第三个, 难以轻正。 按照传统的顾命或者脱姑的规矩, 这个政权迟早是要交还给皇帝的, 只是因为这个皇帝还小, 未成年, 又失去了父亲, 所以未知姑, 那他成年以后呢? 他该不该由一个间隙皇帝转个政, 变成一个在职皇帝呢? 而你作为这个顾命大臣, 脱姑大臣, 你的任务是辅政, 而不是执政。 而我们显然看不到, 刘善有轻正的可能。 由此三条, 我估计他是不爽, 当然也没有反对, 但是心里面嘀咕不嘀咕, 郁闷不郁闷, 就不好说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义中天先生在这里卖了一个小弯子, 我们干脆把这层窗户冲破, 刘善肯定是在心里要犯体会, 那肯定是非常郁闷的, 别说刘善是皇帝, 就是一般人, 老是被人训斥, 还没有人身自由, 也不让做事, 心里能不嘀咕, 能不郁闷。 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 诸葛亮为什么要让刘善心里嘀咕? 诸葛亮还政于君, 不就完了吗? 自己还落得少事, 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通常的说法是哪很简单, 刘善扶不起来嘛, 不大家都说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嘛, 智商低嘛, 能力差嘛, 有没有证据呢? 也有, 四条, 第一条, 亲信小人, 那他后来自己执政以后, 不就是在那重用小人吗? 宦官吗? 第二, 不站而降, 第三条, 忘恩负义, 怎么个忘恩负义呢? 忘记赵云救他之恩, 啊, 紧要三年的时候, 后主追逝, 这个前朝的几位将军, 关羽, 张飞, 马超, 黄忠都追了逝后, 就是不是赵云, 后来是江伟等人出来, 为赵云打抱不平, 才追逝赵云一个尊号, 这叫做汪恩负义, 第四条的没有心感, 刘三后来是亡国了, 是吧, 投降了以后呢, 到了洛阳, 到了洛阳以后, 这个司马昭, 摄宴招待他, 演奏蜀国的音乐, 表演蜀国的乐舞, 当时蜀国跟过来的人, 全都痛哭流涕, 只有刘三喜笑自若, 开心得不得了, 司马昭当时就跟人说, 一个人没有心肝, 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 后来司马昭又去问刘三, 说你还想念蜀国吗, 刘三马上回到, 子坚乐, 不识蜀, 洛阳之蜀这个程度, 就从这来的吗, 说完这个话以后, 那他带来的一个旧成, 就跑去找他说, 不能这样说呀, 这样说实在太没心肝了, 下回司马昭再问你, 你就说, 仙人的坟墓, 在蜀国, 我没有一天不想, 然后把眼睛闭起来, 好了, 下一回司马昭去问刘三, 说想念出国吗, 刘三说, 哎呀, 先任的坟墓都埋在那, 我们又一天不想, 优三说, 不对呀, 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你说的, 像那个谁是谁说的, 刘三马上把眼睛, 哎呀, 就他说的, 就他教我这么说的, 我说他如果 刘三如果是 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 还要说猜对了 加十分 没有心感 但是这些说法 也是可以讨论的 第一条 历代皇帝身边 哪个没有小人 汉文帝有 汉武帝也有 昭烈皇帝刘备身边也有 很多学者就认为 刘备身边那个法阵就是小人 所以你不是说 身边有小人 他就是插进皇帝 对吧 第二个 不战而降 刘章也是不战而降 刘战不战而降 想刘备就对了 刘善不战而降 降了朝位就错了 这讲不通吧 第三个 不封赵云 其实是继承他的父亲 对赵云的待遇 有人说五虎上将 为什么独不封赵云 我告诉你 没有五虎上将 刘备当时封将军的时候 就封了四个 前将军关羽 右将军张飞 左将军马超 后将军黄忠 四大将军 赵云在刘备手上 就是杂号将军 不是名号将军 就前后左右将军 叫名号将军 其他的七八八的那些 那个叫杂号将军 赵云中其一生 他都是一个杂号将军 那么他第一次追逝的时候 他肯定是要视名号将军 这也不能说是 这个刘善忘恩负义 而且后来江维他们 提出这个问题来 刘善也接受了 也追逝了这个赵云 这应该叫做从善如流 那么第四个问题 当然这个 怎么看他都是没心肝呢 就是 但是也有人认为 这其实是装疯卖杀 这个时候你已经做了 人家的俘虏了 所以刘善说完这个话以后 左右揭笑 就像今天一样 哄荡大笑 这一哄荡大笑 司马昭 就再不会起杀心 当然你说这刘善 这个 祥味 祥味以后的这个表现 好看不好看 不好看 比起另一个王国之君 差多了 另一个王国之君 就是孙吴的王国之君 孙昊 孙昊 也是投降了的 然后也到了洛阳 那个时候 已经是晋朝了 皇帝是 晋武帝司马炎 司马炎一看孙昊进来 让他坐 请坐 正设了这个座位等你 可是等了很久了 孙昊马上说 臣在南方 也设了这个座位 等陛下 那倒是 好像挺骨头挺硬的 孙昊是个暴君 相比叫刘善 我觉得还应该算个人君 所以 也不能够把刘善 贬那么低 一中天先生认为 刘善是个人君 有人又有说法 如果说刘善是人君 那也正说明 他懦弱 耳根子软 不会用人 也没有骨气 根本就是弱智 扶不起来的阿董 这句话没说错 诸葛亮不把军政大权 交给刘善 是因为 他看懂得刘善 知道刘善不忠用 所以只好 事事亲力亲为 那么 刘善真的就是一个 不忠用的弱智吗 实际上刘善并不弱智 有证据吗 有 第一 刘被临终的时候 给刘善有一封造书 造书里面提到了诸葛亮对刘善的评价 什么评价呢 四个字 质量 甚大 那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非常聪明 非常有前途 如果说刘善是一个弱智 那岂不等于说诸葛亮说了假话 当然有人说 哎呀 这是一种善意的假话 刘被因为快去世了嘛 怕刘被不放心嘛 安慰安慰他嘛 就像我们医生对病人一样 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 对不对 可能过两天就要死了 病人问医生 你看我还有救吗 医生说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你尽管放心治疗 你这个肯定能治好 其实治不好 这叫善意的谎言 但是呢 看当时的情况 也不至于说是质量甚大 如果刘善弱智的话 诸葛亮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安慰刘被 那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诸葛亮去世以后 刘善立马就废除了陈祥之 然后任命蒋婉为大司马 主管行政 监管军事 又任命费医为大将军 主管军事 监管行政 也就是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一生的 这个职务和权力 他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人 而且还让两个人相互交叉 相互制衡 这样一种精致的政治安排 难道是弱智的人能够做出来的吗 不可能 而且后来蒋婉去世以后 刘善干脆自设国阵 自己主政 亲政 这也不像弱智的人的作为 那么还有一个证据 第三点 延熙元年的时候 北方出了一件事情 按照诸葛亮当年的这个做法呢 肯定这个时候 楚国就要北伐了 这个时候 刘善下诏给蒋婉 说 这当然是天赐良机了 对不对 因为 这个相父的这个 盟众对策已经讲过了 天下有变 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样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不过呢 你也不要轻举弯犯 虚无举动 看看无国动 但是无国动的 我们也动 我们两国一起动 去打朝卫 那么这样的一种决策 难道是弱智的人做的吗 所以刘善并不弱智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蓝 一中天先生举的例子 让我们知道 所谓扶不起来的阿总 这句老话 看来站不住脚 刘善不仅不是弱智 而且还很有头脑 那么 我们就更加奇怪 诸葛亮作为鞠躬尽瀉 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 他是想发展壮大蜀汉政权的 我们也知道 诸葛亮是没有篡位野心 但他为什么迟迟不还政给刘善 那么这 现在就有问题了 第一 刘贝托姑 说得很清楚 若 四子可辅 辅之 如其不才 均可自取 教得很清楚 两种可能 就他可以辅佐 你就辅佐他 他不能辅佐 再怎么办 那么 根据前面分析看 刘善也是 也不是一个不可以辅佐的人 所以诸葛亮辅佐了他 但毕竟你是辅佐 不是自取 为什么不还政于君呢 陪松之注引 谓略的解释是这样的 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正有葛事 记者寡人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 请相父去做 寡人呢 就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 然后接着下面一句话是 量以善 为贤于正 遂众内外 这个贤是什么意思呢 是熟悉 就诸葛亮 也因为刘善 还不熟悉 行政事务 没有工作经验 没有治国经验 这才 总览全局 那么我们要问 如果刘善贤呢 是啊 他现在是没有经验 他将来有经验 再说了 你不给他实践的机会 他哪来的经验 他不是永远没经验吗 经验只能来自于实践 所以我历来主张的 这个家长对小孩子 不要管太多 不要怕他犯错误 让他自己去学 哪怕他碰个钉子 摔个胶 他也是人生的一个 经验教训 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 你老是说 这孩子他小 他不会 他没经验 你老包办代替 他永远长不大 这给人感觉 这个时候诸葛亮 就老是把这个牛扇 包在自己的翅膀里面 保护他 当然心是好的 用心是好的 但是他不能成长 所以我们就要问 到底是为什么 也只能提出一点猜测性意见 我的猜测呢 有三个 可能性 第一种 我猜 我猜 诸葛亮是想恢复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 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呢 就是皇帝作为全国统一的象征 不处理日常的具体的政治和军事的事物 日常的政治的军事的事物 由三公 就是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合起来 叫宰相 由他们来处理 五日一朝 而且这个时候是 三公会议已经把处理方案做好了 递上去给皇帝 皇帝认可一下 那么说的再摆一点就是 就是让皇帝当橡皮图帐 这个制度呢 我称之为虚军实相 皇帝是一个象征 实权在宰相那里 这个制度 我个人认为 是中国帝国史上最好的制度 为什么是最好的制度 因为它是一个可以问责的制度 就是我们拿今天这个一家公司来比方 好的公司一定是董事长 不管事 管事的是总经理 应该是股东大会选举 董事会 董事会选举董事长 董事长任命总经理 然后这个公司就交给你了 一旦你做坏了事情 董事会可以代表股东 就产权的主体 问责于总经理 甚至可以罢免 这就责任有人可问 有人可担 我们读诸葛亮的初识表里面 他讲的也很清楚 请陛下受臣以什么什么知权 如果臣没有做好的话 请陛下问责于成 这是一个最好的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后来给破坏了 那么诸葛亮是一个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人 他是不是考虑到要恢复这样一个 西汉初年建立的最好的制度呢 当然我也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第二个呢就是 任重道远 不敢放手 我们去读的初识表 初识表里面说 先帝之城谨慎 故临崩 继承以大事业 受命以来 树叶忧叹 恐托付不孝 以伤先帝之名 就诸葛亮接过了一个 沉甸甸的担子 他的责任心是很重很重的 他生怕有差错 他不敢放手 让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去做 这是第二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呢 就是这个时候的祖国是内外交困 危机四伏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从初识表里面读出来的 话外之音 初识表一开始就说 经天下三分 一周疲闭 死成危机存亡之秋也 话说得非常地严重 危机存亡 但是通常的理解 都理解为外部的压力 北边有曹魏 虎视眈眈 东边有孙吴 不怀好意 而一周这个时候 也就是蜀汉这边 一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已经先后去世了 人才也愧缺 所以感到很危机 这是通常的理解 其实这个时候的蜀汉政权 还有一个危机 这就是他们的内部矛盾 蜀汉政权的问题 就在于他内部矛盾 一直得不到解决 也正是这个内部矛盾 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 所以诸葛亮 接过了刘被交付的这个重担以后 除了要处理好 他和后祖刘善的军臣关系以外 他还必须处理好 蜀汉政权当中 他的同僚们 那些来自不同的阵营 代表不同政治派别 和集团利益的这些人 之间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导致了诸葛亮和另一位脱估大臣 李延之间的严重分歧 最后导致李延被废 那么李延被废又是怎么回事 在李延被废的事件当中 隐含着蜀汉政权 怎样的内部危机和隐忧呢 请看下集南融水火 林黛宇 红楼梦中的女一号 她和贾网宇产生了生死与共的爱情 书中设定 宝玉和黛宇为亲孤表兄妹 这样的近亲结婚 在那个时代 也是被认为不恰当的 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的心 著名作家刘新武先生 为您精彩经历《红楼梦》 解读林黛宇血缘之谜 我会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